丸子 先来带你们看一下我早C晚A的小角落 和很多人一样 早上呢肯定要来一杯醒神的黑咖啡 晚上呢就拿出我的小酒杯了 路过超市卖酒的地方 我总喜欢进去转一转 找一找吃饭的灵感 尤其是周末的时候会想要喝一杯嘛 我在想可以把我做的下酒菜 编辑成一个系列嘛 正好那今天丸子的居酒屋 第一期我们就上线吧 今天要做一个很扣提的料理 叫做美酒锅 它用到的食材呢 就是鸡肉鸡蒸 还有猪的五花肉片 蔬菜呢我们随便配一配 可以配上这种厚的油豆腐 冬天的时候呢 配上这种大白菜 应该会煮出来非常的鲜甜 这个料理呢 它是来自日本广岛的 这么一个地方料理 大蒜呢我们要多切一点 一会儿会用得上哦 鸡蒸呢可以把它这样 纵切成这种薄片 肉呢都改一改刀就可以了 大蒜还是要多切一点的 找一只锅子 你也可以用那个 瘦洗锅的那种铁锅 也是蛮好用的 烧热之后呢下油 先放一半的这个蒜片 炒炒香 之后陆续呢就把我们 要放的这些肉呢 先放进来炒一炒 炒过一会儿之后 我们先要给它来加这个味道 我觉得这个锅子的味道 要重一点才会好吃 所以先加一遍盐 然后呢胡椒粉 量可以稍微的大一点 然后我们就来加第一遍的 日本清酒 加的是清酒哦 不是烧酒 大概能到食物的一多半就可以了哈 先迅速的煮沸一下 让它里面的酒精呢都跑一跑 清酒也就十几度吧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食材 按着不好熟和好熟的顺序 把它放进去都麻起来 再把这个剩下的蒜片呢也都加进来 加第二遍的味道 盐和胡椒粉 量大一点 还是口味重一点会好吃 如果你也需要一些汤的话呢 可以再加第二遍的清酒 如果想要炒的干一点呢 可以就不再加了 就这样让它煮一会儿 这个时间呢我就去准备我的晚A小酒吧 我喜欢日本清酒呢喝冷的 所以呢会买一些这种冷酒器 提前把它冰起来 一会儿呢就可以上桌了 看着这个蔬菜呢都塌下去了 这时候呢可以再尝一尝味道 做最后味道上的调整 我觉得重口一点会比较好吃哈 把它都翻动一下 让它不要糊底 这样一个非常美味的美酒锅就做好了 然后倒上我们的小酒 喝起来吧 好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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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